YO!哈囉!歡迎回到至高收藏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11月份的玩具新品資訊 本月有先提供給大家的抽獎獎品 有咒術迴戰5條5 青龍珠History Box Varion 2 悟空瞬接魚動 與晉級的巨人The Final Season 殯葬 只要訂閱加留言 還有領取免運券 就有機會中獎 而這月的海賊王發售新品 這是有萬眾期待的 POP海賊王MAX系列 四檔魯夫彈跳人Ver2 相較於過去早半天的1.0版 終於大家也能有新的選擇了 而且還能與後續的民歌組成對戰組合 VWFC造型王頂上決戰 也是不遑多浪的在本月發售了 四檔魯夫The Brush 沒意外還是會跟2D社同司到達 另外在精品的部分 有重新塗裝的Chronical系列 MSP薩波 以及DSFThe Greenlight Man 合治國版本的基德與奇拉 還有前來神救援的 不死鳥馬克 GNG系列 波亞漢考克 東莊造型 除此之外海外限定 Greenlight Man 海賊王啟程的 DSF 中國風魯夫與索隆 也是很令人期待 實體的表現到底如何呢? 而WCF也推出了 海賊王新系列2 鬼刀討伐作戰 最後 Mega Cats Project 也將魔爪剩下的One Piece 推出了喵賊王 而且預購還有附上限定特點唷 同時11月份即將推出的 海賊王一番賞 也有山災之中的King與Queen 算是非常稀有的角色 不過分別只有20與16公分 多少還是會讓人覺得 如果比例再大一點的話 應該會更有氣勢 另外龍珠方面 也有青龍珠英雄的系列角色 準備開抽 加上景品部分則是推出 孫悟空FES系列 奇之十六 與早期造型的G-Materia悟空 也都是令我蠻期待的幾款景品 造型天下一舞蹈會的西路 想不到也跟著再版了 也是過去讓我蠻喜歡的一件作品 其餘商品還有 七龍珠超超戰士列傳2第七章 超越時空的親子 達爾與特蘭克斯 Clear Rise系列 超級賽亞人之神達洛特 七龍珠超 孫悟空FES 七之十六悟空 與WCF Treasure Ready Vol.1 再來就是鬼滅之刃系列商品 Figura Zero推出了 迷豆子血鬼術 並可與前陣子 我們分享過的炭治郎組合在一起 不過沒意外 我應該會把豆子倒掉起來 而前陣子長翻天的水柱 富剛一勇水之呼吸 也終於在11月 以再版之姿 重新回到大家的眼前 GEM掌中系列 也有帥氣的坐姿大哥 與再版的迷豆子 Figura Mini 也是在11月一口氣 釋出了許多角色 當然可愛的Lookout抬頭系列 也是不遑多讓 而WCF鬼滅之刃Vol.2 則是推出了有趣的踢球之戰 剩餘的景品 還有半隻裝十九隻型的槍兔 與再版的Vibration Star 炭治郎迷豆子 和煉獄信收狼獄英窩座 Quanty Star系列與製波佐助 漫畫2D配色 從官圖看上去真的令人期待 再版的GEM火影忍者疾風轉與製波佐助 也是蠻經典的一款作品 中國限定火影忍者手遊與製波友 不過這個造型 還真是有點讓人認不太出來呢 Lugout系列 火影忍者疾風轉 春夜陰雨日向出田 我的英雄學院Chronical 造型Academy綠谷 這款的原型在之前分享的時候 就令我非常驚豔 想必這次的金屬色塗裝 會帶給大家全新的體驗 The Amazing Heroes系列 Vol.15 紅角洞 並與火的特效件配上真寧的表情 大概就只有動態上看起來稍微生硬了一些 魯邦34 Part 6 MSP系列 身為魯邦粉的橘子 還能看到MSP持續推出新的作品 也是倍感欣慰 約定的夢幻島A馬 堅定的表情與逃出農園後的造型 真的看起來蠻不錯的 而評價PVC Power Parade系列 有首次以PVC之織立體化的 晉級的巨人艾倫 如果後續還有萊娜與阿妮的話 那就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了 另外還有多款火辣妹子 比方說黑眼槍手 為美好的世界線上祝福云云 跟出包王女的拉拉 另外帥氣的男角 還有犬夜叉同富異母的哥哥殺生丸 也是令人期待 RE 從零開始異世界生活 廣受好評的Fnex Amylia 白無垢 和雷姆白無垢再版 Metal Robot 魂 飛翼 零四 平常只買Metal Build的橘子 這次看在飛翼的份上 還是不爭氣的入手了 86不存在的佔據SHF 雷娜 神作超好看不解釋 GSC 角窗也恢復速師的 重啟人生 Sezuna 原作版 這個動作讓人回想起 當初在河邊的基站 實在是泰姆湯 瘦無魔法禁書目錄 某科學的超電磁炮 玉板美琴 前面錯過這款炮劫的朋友 這次可以考慮看看 GSC FAT 遊戲人生Sero 夏季Ver 充滿各種幻彩的儲裝上色 讓人忍不住多看幾眼 RIH 俐落初號機 2021版 39公分的超巨大尺寸 加上過去這系列好評不少 而且同時也有推出 由老爸所駕駛的13號機 看來是一個雙收的概念 FAT 1 6 萊莎的煉金工坊 萊莎 這性感的座姿 不買實在對不起 身世之名 最後就是 Freelin B-Style 1 4 10分之一機動戰時鋼彈C LUX 克萊尹 兔女郎 身為童年女神之一 長大後果然要買在手裡 好好把玩一番 那麼11月份的新品介紹就到這裡 雖然無法全部一一介紹 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